市首长今天新冠上任新气象 镜头来看到南部嘉义市升格了32年来 第一位男性市长图形者 也在上午宣誓就职了 他说要创造民主圣地的第二春 每半年要举办公投来决定重大的市政 实现直接民权 接过硬性 民主圣地嘉义市32年来 史上第一位男性市长宣誓就职 图形者的太太的陪同下走进师府 他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用三支箭改变日本 他要用四支箭改变嘉义 还说每半年要办一次公投 实现直接民主 以全国最高票风光连任的高市长陈菊 一袭灰色上衣 搭配象征帝王全市的紫色围巾 意气风发 我严实舞弊 我收受贿赂 当初因为气暴去职的副市长吴宏谋 如今又回锅 陈菊用人很坚持 但场外却有消防员向下 抢救消防员 抢救消防员 市长别票票 市长别票票 就职遇到下雨的 还有全国得票率最高的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牵着每四年才在镜头前 现身一次的太太吴梅如的手进场 有人有给你 谢谢 有 有 有 水很难说 台南最近缺水 赖清德说这是御水择发 是好兆头 南部绿营首长叙事待发 就看能不能延续政绩 或带来新气象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